本場館可容納13,291人 接下來來到的是東京電極的商品店 東京電極有分成三種票價 會水的對手有ABC之分 它會對到千葉與一度公穿起 那票價會稍貴 這個區域的價格是12,000日幣 哈囉,大家好,我是Morris 今天我們球場開箱系列來到的是 位於日本澀谷區的國立代代目競技場 本場館是B-Link東京電極隊的主場 交通部分的話在JR元素站步行5分鐘就可以抵達 客人推薦可以從澀谷一路逛到球場 那我們今天的票卷則非常感謝好朋友Maya的幫忙 即將進入這個大型競技館 等等帶大家看這個超詳細的介紹 本場館可容納13,291人 那就是我們今天坐的位置 跟台灣一樣是有拍拍展的 那一起來欣賞賽前的精彩儀式吧 今天的觀戰人數有7736名 今天的觀戰人數有7736名 主隊東京電極出戰來自愛茲仙的民主鑽石海豚 那同場比賽 電極隊選手 安庭周園全場3分8分6分 砍下全隊最高26分 那其中落節連續3分 更是將現場斜均拉到最高點 科隊的鑽石海豚 只靠著4人得分上分的穩定高的小 那和這場戰績第四比第五 多角的一平塞的勝利 登場比賽 海豚的中場命中率高達68% 高過於電擊的58% 這場滑球線上電擊僅65%命中率 是登場比賽的分水嶺 那接下來來到的是東京電極的商品部 進行一個簡單的商品部開箱 那這邊我會與台灣球隊做個比較 首先是規模 整體來說跟台灣多數球隊是差不多的 那球衣部分 個人很喜歡的是東京電極這邊販售球衣 是有運動品牌LOGO的 這個我在台灣球隊印象中是沒有看到的 價格不分 個人覺得台灣球隊的商品相較起來 是比較經濟實惠的 產品種類的話 個人比較喜歡日本這邊的 種類是更為豐富 且實用性也是有的 整體來說 滿分10分的話 我會對東京電極商品部的分數為8分 那接著帶大家去各個視角 這個區域的價格是12000日幣 接下來來到偏上面的位置 那這個區域的價格為3000日幣 看到一些熱石區 那整體價格大概是落在500日幣至1000日幣之間 那走著走著突然看到記者席 那也是平常我在台灣聯賽會做到的位置 那來的記者沒有很多 在台灣的話記者席 就是在場邊的位置 跟這邊是比較不同的 那中場時間的時候 來下面青子區晃晃 那口通版人行立牌也是滿多人搶著合照 那青子區的活動滿多的 還有投籃遊戲等等 腹力算大 對小孩來說算是安全 演唱的是日本知名歌手打圓英子 現場感覺也滿多他的粉絲 有對他熟的朋友也可以在留言區補充 那接著帶大家到球場最遠的位置 那這邊的價格是1500日幣 那進來體驗氣氛的話是滿不錯的 在價格上面東京電極有分成三種票價 會隨著對手有ABC之分 他對到千葉、魚渡宮、川崎 那票價會稍貴 那本場遇到的對手為鑽石海豚 價格為B類 那隨著戰機來訂定浮動價格 也許未來在台灣也是可以跟進的 至於大家好奇的場邊系 本場比賽最貴的為18000日幣 酷掉場邊系外都有分大人小孩的價格 基本上同位置小孩大約是打人的6折的情況 這職業籃球非常重要的啦啦隊 他暫停時則與台灣差不多 那都是帶動球迷一起歡呼加油 如同我前面所說的 我很想提到的是進場拿到的這個手冊 他是一場一本的 他非常有收場價值 首先是本場比賽的流程表 演唱嘉賓以及預估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那還有東京電擊的一些社群帳號 可以讓大家來追蹤 再來是球場的地圖 其實對很多球迷來說只是蠻重要的 包含商品部在哪 美食區、廁所等等 接下來是販售的食物 和新上市的周邊 那在這邊有打上價格 我也認為是蠻棒的 那同樣這邊也還有一些活動的介紹 那這也蠻酷的是 他介紹籃球是一個什麼樣的運動 在日本籃球沒那麼普及的情況下 有這樣的介紹是可以讓新球迷更快的認識這項運動 還有各個位置的敘述 比賽的時間等等 讓球迷可以知道說空球會是幹嘛的 球員介紹這邊有一些球員的簡介 然後基本的數據、身高、體重 那很像是那種球員名艦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然後最後就是還有戴戴木競技場的一些座位票價圖 還有例行賽的對手 那也很高興可以在賽後到東京電擊的場邊看看 並與日本規劃球員Ryan合照 以及由日本crossover之王之稱的鋼本飛龍合照 這次的日本東京電擊竹場開箱也算是收穫滿滿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日本雖然籃球不是那麼盛行 但從周邊的經營、場館的佈置整體都非常有水準 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手冊 其實台灣球隊也可以嘗試去做 也許會有很好的效果 這類的東西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球場開箱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你下次想看我開箱拿隊的球場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當然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Maurice 我們下次見 掰掰